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當一個麵包室吧 吃的會讓人很開心的麵包 最後自己去嘗試 然後看各式各樣的麵包 當一個醫生救人不錯 心體會有很多成就感 可以救人 然後還有看到學 就不會覺得很害怕 然後就覺得還蠻好玩 我喜歡運動 長大想當一個棒球員 可以提出全雷達 想做檢察官 判斷是非的能力 還有觀察的能力 推理的能力 這些都可以從小時候訓練 像當建築師 因為看自己畫的房子被蓋成好 把數學練好 沒有跟你喜歡的人說我愛你 現在不是會後悔 沒有 因為我現在做的事情都讓我不會後悔 做善行跟孝順 我一直想去做那種 跳傘活動 因為這太老就不敢 現在如果不規律運動以後 應該會 非常多的病痛 然後老實在醫院 聊天 聊天 如果沒有聊天 你會覺得這個問題 盡情地玩 因為以後就玩不了 把學校圖書館的書考完 哇塞 我已經看了百分之多少 八十 寫一本小說給大家看 小朋友會喜歡 可能會做一個時空教堂 然後埋在一個我以後絕對會想起來的地方 讓我以後的我還記得現在的我有什麼想法 莫忘出招 把那個內心的愛傳遞給別人 相信是成功的開始 對 一直都在執行 結合 讓孩子學會怎麼愛人 怎麼愛這個世界 努力做好現在的每一件事情 然後現在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為未來而暴露的 因為我覺得我們原本就是 為了要改變一件事情 所以才出來做一件事情 那如果沒有真的改變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都是一個遺憾 走 就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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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的時候就是走 大家認為堅實就是繼續走 就是走 走 又 January 走 走 負け